等一下會讓老師實際動手作 所以我盡量講乖一點 我們到任務裡面 我們所有資料都放在任務這邊 來你往下走 看到這裡 我們先看一下簡報 現在應該老師常常聽到學神次吧 那麼這裡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李小福學神次 有沒有老師不在這個論局範圍裡面呢? 應該沒有吧 大家都在這個範圍裡面 四歲到一百元四歲都會覺得 所以你覺得會不會學不會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那我們往下看 這是powerofcode的官方網站 那台灣呢也在今年有推出一個就是 李小福學神次希望今年底有二十萬人 不過前兩天看看大概差不多一成 兩萬多人而已 所以他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反正沒關係這第一點嘛 那台灣也不是第一個 因為大概2012年開始 像愛爾蘭啊 美國 英國啊 都已經把那個城市的部分列入 課章裡面 台灣有沒有? 有 有107年 而且我們現在洪老師有講六年級的同學 現在就在上職 那你說四歲到104歲都可以用 一定不會很難對不對? 如果你有過關還有證書 一般大部分大家對於什麼? 城市的印象都是城市嘛 所以好像都很難對不對? 那這個最近的新聞你沒有看到吧 人工智慧的打敗的齊王 韓國的那一個 那你們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在這邊呢 有兩段影片 各位老師有興趣的話你們在上去看 你了解一下 其實 學城市不是說一定要變成城市設計師 而是怎麼樣 你要了解現在的 城市裡面 他都是用脫裔的方式 而且你看不到城市嘛 你可以很輕鬆的去選 用脫裔方式就完成 那最重要的時候 你可以培養他的很多學思考能力 然後呢 你的專注力 當然還有很重要的 寫層次叫氣息耐性 好 反對合作的跟思考 好 那我們呢 待會兒就直接來看一下 進到這裡面來 我們玩哪一個呢? 我們就玩這個最簡單的 你有沒有覺得上面這幾個都看起來很熟悉 有沒有聽過minecraft 現在也有教育的 有針對教育的 另外這一個今年的電影對不對 這是去年的電影嘛 這一隻也紅很久了嘛 嗯 下面的 所以都一樣 那我們就馬上來試看看吧 來 請老師呢 你進到這邊 第三個 第三個 點進來 我已經把連結幫你們做好了 在這邊 按一下 這個就是奔怒鳥的 這個就是奔怒鳥的 那麼你進來之後呢 只要是新的技巧 或者新的概念 他都會有一段影片 告訴你們說 欸 這個可以 他到選領中 我們不太會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 告訴他 不要這樣 我在台灣 跟中文 這樣看起來有嗎 好 那如果看不到影片 下面有文字什麼名 也可以看 好不好 好 那一進來 奔怒鳥二十關 等一下 大家二字場關 但是萬一卡關怎麼辦 沒有關係 可以問問旁邊 也可以舉手 多試一下 好你看 抓住這一隻豬 來 你看這裡 有沒有看到城市積木跟執行呢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用呢 我放大一點 來 這樣子 這一隻要跳兩格嘛 往前移動一格 再往前移動 你們就丟進來 所以按一下執行 壓住 這樣過關 有沒有簡單 你可以繼續 好 你看進到第二關了 有沒有 所以二十關不難 好 還要再把它找出來 你看 剛剛前進兩次 這個不夠 這個要前進幾次 三四 好 執行 所以在遊戲裡面去學城市 遊戲裡面學城市 好 但是要注意喔 不能碰到這個炸彈 對不對 炸藥的部分 所以你看它這樣過來 還要怎麼樣 轉彎 所以向前移動幾次之後 一二 然後呢 要向左轉 向右轉 有沒有 萬一做錯了 你可以丟回來 好 那如果轉的方向錯了 這裡可以 可以改 就像這樣子而已 你看 轉完了 好像 你看 它說 你已經用了 但是好像還不太正確 有沒有 你看 它就會提示你 甚至呢 你的 程式嘛 就是你剛剛用的那些積木 如果用的太多 它還會告訴你說 其實我們用五個 用四個 就可以做到喔 你要不要再試試看 好 你看我再試一下 剛剛還掃的 有指向前進 對不對 就可以這樣再加進來 你加一下 它就開始執行了 這樣 老師了解 那麼 它會把幾個相關的這個概念練習幾關之後 在新的關卡的時候 有新的概念給你 就會跳剛剛那個影片 告訴你 接下來這一關有什麼新的概念要告訴你的 你就可以試試看 來吧 老師 網易 氣候滿 看有沒有辦法過關 來